每一次都在那个教学 就影片的话都在云端上面 云端 然后另外的话教学论坛进来之后的话 那有每一次上课 那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是第一次 第二次一直到第十 第十一次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特别 会某一个 我想比较重要的 我会把它独立写出一个部落格文 然后呢会像上个礼拜讲到的 像班级 用班级那个查询 其实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下拉清单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当下拉清单改变的时候呢 可以自动查询 并且显示不同的资料 当然不只是班级 你也可以像我刚之前举过的例子 就是像那个什么 月份 1到12月的报表 或者是每1到4季的报表 你可以用这个下拉清单去切换 那当它切换的时候呢 自动把资料带过来 OK 其实也可以利用类似这一题 把它当范本 也许来试试看 那当然我有独立出一个部落格文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再参考了 其实我有在写一些东西 答案在这边 或者是说比较详细的内容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这边 那上个礼拜讲的部分都在这里 那上个礼拜的话呢 主要 主要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 Indirect函数 那我有讲过 它其实 有点像VBA里面的Range物件 有没有 它是一个 它可以抓资料 但是它抓的可以是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也可以把一整个范围的资料抓过来 Indirect函数 但是如果你给它 你要抓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你也要选取一个范围给它 否则它就没办法把资料正确带过来 Indirect函数 要把整个东西搬过来 那如何再给它一个范围 这个可能就要再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Indirect函数很好用 可是我是觉得 它有蛮多地方会需要了解怎么用 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难度还有点高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不会用Indirect函数 其实也没关系 至少可以用VBA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些例子像什么 VBA 把它这个 那我们还要讲到那个 就是325的那个合并回来 所以325那个范围部分的话 有没有 解释与参照 我们这个325这一题 那如果我要把它分割之后 又要合并的话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VBA VBA相对好像比较相 如果你要用Excel里面的函数来做的话 可能还比VBA还要更复杂 所以上礼拜有提到 另外的话呢 还有提到那个什么呢 班级部分的查询 班级部分查询 所以上礼拜的部分我们也有讲到有个326的这一题 326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切换 我看我这个范例 OK 那再来的话今天我们要接着去来看 那另外还有其他题目 请各位再把那个 我想另外有一个检视与参照 上礼拜有提到一个范围管理部分的话 那请各位稍微把这一题打开来 那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它的要做稍微解释一下 打开之后的话呢 其实主要这一题要用的是V路函数 因为其实在Excel里面我发现最多用到的还是V路函数 当然像Index Inderate很重要 可是基本上大部分同学还是用到的机会还是相对的少 比起V路函数来的少很多 那可是问题 我要做假设 这一题的话 主要呢 我们会有两个工作表完成 第三个工作表实际上就放资料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些呢 其实基本上它对应的都是在名称管理里面会用到的 比如说像那个Booking Booking的这个名称呢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全部 包含A到I南 然后另外可能会用到像什么 其他像Hotel Detail 意思这个地方你点一下 它Hotel Detail在这里 它意思是说呢 它的Hotel名称是什么 那它的ID其实就是它的缩写 OK在这边 其他都还有这些相关的名称的话 请各位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我们待会主要会有两题 两大题 第一题的话就是 请你把Booking ID把它产生出来 那Booking ID的话 其实它长得就类似像 在这边的这个样子 Booking 这个BioList的这边 那其实就要长这样 这样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主要 它的结构 Booking ID里面总共会有四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Hotel的缩写 就是它的ID 一杠 然后再来是入住的时间 它是哪一天 哪一月 这个是月跟日 OK 然后再来的话是住 住几天 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如果说我要把这个Booking ID做出来的话 基本上 第一个你可能要什么 先把这个先去哪边呢 去Hotel的那个名称里面查一下 查什么它 查它的缩写 所以这个名称 然后把它的什么呢 这个它的ID帮我查过来 然后加一杠 一杠之后的话呢 再来的话查它哪一天入住的 那这边入住的话呢 在Booking Day 这个Booking Day里面有啦 不过我要的是01 03这样的格式 OK 要把它搬过来 那再来的话呢 要住几天 OK 所以第三个 这边有 切过来 第三 就是住几天的话 那它这边有个Check In的日期 跟Check Out的日期 那如果Check In减Check Out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 住几晚才对 那如果几天的话 必须再加一 OK 比如说呢 我这一天 减掉这一天之后 它应该是两晚 那可是它要的是住几天 OK 所以最后的ID的话 要是三 然后再会 最后的话 就是它的Fulls Name 它的名字叫什么 帮我把它串在一起 第一个问题 OK 所以如果你Booking ID 做完之后的话 那这个总表 基本上就产生了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总表 再去做这个Bill List 就是它的账单 针对这个ID 帮我查出 那个人 这个编号 是谁 它的名字叫什么 那名字的话 我们可以反查什么 反查这边 由这个ID 去反查 当然加上我们这边 也有ID 去反查它的什么 它的First Name 空一格 加一个Sername 有没有 它的名字 空一格 加上它的信 那把它串接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Name 那Room Number的话 其实就是在哪里 Room Number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再把Room Number查过来 然后再来的话 Room Number之外的话 几个晚上 刚刚是几天 这边是几晚 几晚刚好就 那一 Check Out日期 减掉 Check In日期 对 然后Price的话 比较麻烦 Price你可能要找一个 名称管理员里面 有一个名称叫做 Look Up Price 这个名称的你点一下 点这边再点下面 它会秀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第一栏 就是这样的结果 其实就是什么 Hotel的缩写 加上几号房 中间加一杠 所以如果你要反查的话 它的Price你可能要怎么 你必须要先把什么呢 把ID的前三个字 再串接它的Room Number 去查询 刚刚Look Up Price 就得查 那查完之后的话 它Amount就是 几晚乘上什么呢 它的价钱 就是这个Amount的价钱 OK 应该可以懂了 我刚刚讲的逻辑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 其实这个是一个考试的题目 所以如果 你想要了解 完整的那个内容 你可以云端白板里面 找一下那个解释与参照 那我们这边 大家有解答 我在那个哪一个呢 这个饭店管理 有没有 VIRUS饭店管理 那这一题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就是这个 我刚刚讲第一道题 第二第三 一时代推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第一步的话 你就要先了解一下 它里面 有哪一些名称 比较重要的名称就是 hotel的detail 就是hotel的名称 它对应的是它的 哪个ID 就是它的缩写 缩写是什么 所以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的资料里面就是 它是哪一 check in的日期是哪一天 不过要是月跟日 然后各位数字补零 OK 第二第三的话呢 就是它住几天 是谁住的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一题呢 它主要用意 其实跟资料库还蛮像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未来你要管理一个订单资料的话 特别是你将来可以模仿哦 其实这个范例主要的意义 就是教你如何把ESale当资料库来用 那资料库里面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关联 关联relation嘛 relation database 现在都是relation 这关联式资料库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借由什么 借由它的ID 去查到 它对应到的其他资料 OK 特别是有ID 去查到对应的 所以ID一定会 所以以后的话呢 只要ID只要编号 它会有两个最重要的特性 一个就是说呢 那个ID绝对不会重复 unique 唯一的哦 不会跟别人重复哦 你ID不能重复 像你身份之号 一定不能 不可能跟别人重复 重复的话还得了啊 对 车牌也不可能重复吧 对 你重复还得了啊 罚单谁缴 两个重复 对不对 如果你做坏事 结果另外一个被抓就关 不对吧 所以 特别注意哦 所以其实你看身份证字号跟车号 也是关联式资料库 也是关联式的概念哦 OK哦 那借由一个ID 可以抓到它任何的对应资料 当然如果护证单位就护证资料 如果你可能是税务的话 最近要缴税 税务资料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只要输入身份字号 好像到哪里都行得通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把你所有的关联 跟那一件事情关联的资料 全部带过来 那这一题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哦 所以以后啊 如果你想要把Excel 拿来当资料库使用的话 这一题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范例哦 OK那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结构是一个关联式资料库 我要查询资料的话 那最重要的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V V乘函数 OKV乘函数 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蛮大部分呢 都会用到V乘函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会配合什么呢 配合这个名称 有没有 名称定义 因为这一题里面的名称已经都定义好了 至于怎么定义 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你也可以仿照 类似的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哦 那个名称定义 有点像是 帮你把那些相关的对应的table 对照的table 先已经定义好了 那个table定义好 那个对照的 对照的资料表 在资料库里面也同样有这种概念 就是说呢 你一定会有个主表 其他的话都是对照表 那这个对照表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以后你就可以放编号就好了 你可以以后要 反正你要记录 你就记编号就好了 你不用记这么一大串 以后的话你就是针对编号 你可以把其他东西查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你那个总表 就可以很精简 总表里面都是放编号 编号 编号 不过它缺点就是说 你要懂得再去把编号以外的其他东西 如果你需要 你再去把它查过来 OK 大概会有这种好处 不过缺点就是不直觉 变成说你一看 这个怎么用编号 编号你还是去查对照表 那对照表谁去查 用VIRAL ANSW查 OK 所以VIRAL ANSW这边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当你有编号 我就可以帮你查到其他资料 那当然VIRAL ANSW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对照的那个关系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是零或一 零的话这样完全一模一样 一的话就找接近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饭店管理这一题 稍微了解一下 待会我们来 解答